下来关注各报头条 新州日报头条继续关注 财政部前部长敦达因的案件 反贪会首席专员 丹斯里阿战巴基证实 敦达因已经出院 预料下个星期就会被控上庭 阿战巴基说 总检察署上个星期 已经批准起诉敦达因 但是因为他入院治疗 才推迟提控 政府决定取消公务员退休金 引起了关注 新海峡时报和每日新闻封面报道 全国公众集民是职工总会 反对这项决定 理由是公务员的薪资太低 根本无法靠雇员工基金 存到足够的退休金 与其取消公务员的退休金 政府更应该取消国州议员 行政议员和政府部长 丰厚的退休金 另外还有两个星期 就是农历新年 楼年向来多人嫁娶和生子 加上越来越多年轻人 喜欢投资黄金 金匠及珠宝商工会联合会部闻 拿督吴义萍 接受南洋商报访问时透露 去年11月就开始上涨的金市销量 预料会继续看窍 向来我们关注一则 这个社会发生的悲剧 那就是16岁怀疑少女 被父亲毒打和性侵的案件 目前已经获救 在医院治疗的受害者透露 她的父亲不止一次 对她伸出魔爪 而第一次她极力反抗 没有让父亲得逞 可是第二次就逃不了 少女表示 父亲多次对她发出性暗示 不止贴近她上下其手 甚至还在她面前掏出生子器官 并用言语恐吓 强迫她乖乖就范 虽然第一次少女勉强逃脱 无奈去年11月 还是被父亲玷污 而这名狼妇不止对她施暴 还在多年前 亲手打死了另外一名姐 这个女儿 少女透露 当时她只有3岁 父母把当年只有5岁的二姐带进房间 随后遭喝醉的父亲毒打 导致她头部受伤 送院途中不知身亡 少女说 父亲因此被判永久监禁 但是不知为何会提早出狱 随后多年不断地虐打受害者 我们继续关注这则新闻 少女这次在被父亲毒打 短时间内就有警方上门救人 是因为少女的男友报警求助 男友还透露 这名狼妇落网之前 曾经要求劝说女儿消案 因为她不想坐牢 受害者的男友 接受中国报访问时指出 前天晚上事发前 她正在和受害者通电话 没想到随后就传来 女友的呼喊声和巨响 她也透露 受害者当晚被打了两次 她非常担心女友 因此报警求助 而狼妇后来也致电 要求她劝受害者消案 受害者男友透露 少女当晚再次被毒打 是因为她告诉父亲的女友 她在去年被父亲霸王硬上弓 结果激怒了父亲 当天晚上父亲和女友 就在争论这件事 父亲也坚称 没有性侵少女 而父亲的女友 随后要求隔天 带少女去验声 无料这名狼妇 直接暴打受害者 我们再来关注的 就是今天的天气预测 比起过去几天 今天的天气比较温和 今早只有东海岸 沙巴陡湖 山达根和古达会下雨 其他州属和直辖区都放晴 下午时段天气比较恶劣 吉打 槟城 霹雳 彭亨 水兰额 沙巴内陆地区 西海岸 陡湖和山达根 以及沙拉越是二个省份 都会下雷雨 其他州属放晴 霹雳及彭亨的雷雨天气 会持续到晚上 其他地区转为阵雨 吉隆坡和纳敏到了晚上 也会下雨 全天的气温 介于摄氏24度到33度 全天的气温 大ė列 辐尼山达根 大纶 北达根 西海岸 西海岸 南海岸 就像 西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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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